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1年的10月1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恒大国内复工国外违约 习近平就是要打垮华尔街的各大基金 恒大旗下微信公众号9月28日发文称 恒大地产集团珠三角公司在本月初签署 恒大地产集团保交楼军令状后相关的复工复产工作便加速展开 截止目前,广州恒大紫荆学府、和园恒大雅月、顺德恒大江湾、清远恒大花溪谷、佛山恒大利湖城、汕头恒大江湾等近20个项目已恢复施工 恒大9月28日另一笔债券违约,大约4750万美元的利息 这也是恒大继9月23日违约后第二笔美元债券违约 国内新闻说,恒大卖盛京银行股权获得了100亿 显然这些钱并未用于偿还美元债 恒大的美元债利息一般都是高达10%以上 恒大这100亿本质上是沈阳国资委出的 这些钱肯定是优先用于国内烂尾楼续建 而不是给华尔街偿付高额利息 把这两条消息放在一起看就能明白 习近平想在20大前维持社会的稳定 他怕太多的买了恒大房子的人出来闹事 所以先把广东那边的房子续建上 相比于其他地区来说,广东还是比较有钱的 而且恒大的总部也是在广东深圳 所以他一定要把恒大的事件给处理好 使得他20大能得以连任 现在习近平所做的一切都是力保他20大连任 但对于华尔街来说,习就可以不管了 最好是能把华尔街给打趴下 这就是习的想法 如果恒大及其他房地产公司爆雷 把华尔街那些跟江、曾、王、梦勾兑的人给打趴下 另外再把美国股市和美国经济打趴下 这是习近平非常乐意看到的 恒大复工只是给了房奴们一些希望 看,我这房子兴许能拿到了 我的钱不会打水漂了 所以就会在家老老实实的等着 不上街抗议了 若说恒大复活,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国内复工,维持社会稳定 国外违约打垮华尔街 打垮美国经济 美国天然气,汽油价格骤升 不仅房价,房租也开始穿升 最可怕的食物也已经开始涨价 现在是美国相对来说比较脆弱的时候 病毒已经造成美国的很多商业企业停滞 很多人待在家里不能出去工作 工厂招不到工人 码头堆满了货物,没人卸载 那时在给美国的金融体系来致命一击 那美国的经济就垮了 到时习近平就可以称霸世界了 但我想恒大爆雷前 习近平也不知道这个雷究竟有多大 因为在中国的体制下 哪个部门和秘书敢把不好的消息递上去 惹皇上不痛快,这不是丢自己乌纱帽的事吗 能在习近平身边混的人,哪个不是人精 当然整天报喜不报忧了 直到现在估计恒大到底欠了多少债 习近平也不清楚 至于中国地产,地方债等牵扯到银行系统 加影子银行的贷款总额 在杠杆下已高达50万亿美元的规模 习也是不清楚的 但华尔街和所有西方资本基本都被中共资本贿赂和买通 美国养老金和许多基金都投资中国地产业 习是肯定知道的 所以就让恒大言约,看华尔街能怎么样 反正这几年,习近平是看透了 西方就是银样落枪头 根本不敢和中共过招 所以可劲祸祸他们 在这点上,我是很支持习近平的 华尔街,科技巨头,这些年没干好事 不仅把中国的老百姓当奴工 也把西方的中产阶层祸祸够呛 使得西方的中产阶层逐渐贫困 工人阶层更是很多,失去了工作 这都是他们和中共勾兑的结果 所以借着国内地产爆雷这事 使华尔街损失惨重 那也是他们应得的 但就怕养老基金和退休基金里的普通人 因此受到损失 不过,若是能由此让西方普通民众警醒 也是值得的 到时把中共的资产作为赔偿 也就没什么损失了 据于POPTIMES.COM报道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9月27日发布的 2020年犯罪统计数据 加州过去一年的凶杀案 比2019年增加了超过30% 全美凶杀案件亦增加29.4% 创下美国优势以来最大的单年增幅 加州2020年的严重袭击犯罪率 相比2019年增加约7.9% 纵火案增加约38% 车辆盗窃案增加约19% 一些警察团体表示 犯罪率的上升与2020年黑面贵抗议和骚乱期间的反警察情绪有关 另外,加州的一些执法机构、检察官、市府、受害者组织 在过去数月内频频表示 某些地区检察官不起诉罪犯 疫情期间提前释放囚犯等政策 导致了犯罪率上升 美国这么多年的共产主义教育 使得白左小清新越来越多 现在好了 自己酿个苦果 自己吃 最后再说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1.9月30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 北京学习房降价400万 没人买 位于北京海淀万流的蜂鸟家园小区 此前因100%对口一流一类的中关村三小 一直被视为海淀二手房价的天花板 但在今年夏天 这场力度空前的轿改浪潮当中 该区某房产经纪人告诉第一财经 其顶级学习房的光环正渐渠暗淡 作为北京顶级学习房之一 蜂鸟家园房价昼降的情况并非孤立 第一财经走访时 发现7月以来 西城 德胜 月潭 海淀 万流等热门片区学习房的挂牌价 成交量出现迅速下降 据西省区炼家某房产经纪人呈 8月份德胜片区二手房成交量减少近5成 房价下跌近10% 第二条消息是 推特上有位叫曾征的自媒体人 他放了一个YouTube 上面说震撼爆料 世界首次停车场堆了1000多具尸体 来自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一线医务人员 首次公开 他在武汉疫情高峰期间 所见所闻 所思所感 曾征把这个视频弄了中英双语字幕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上他在这个网站上去看一下 他叫曾征 她在研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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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ús